歡迎收看新聞360 帶您360度掌握時事焦點 我是主持人陳怡君 帶您關心國際國造計畫傳出新進展 由漢翔研發的永英號高級教練機 原型機22日首度在台東制航基地進行試飛 吸引了大批軍事迷前往 就是為了捕捉永英號起降的英姿 帶您看到這台國際國造的新式高轎機 被認為在性能航電操作系統上 都能符合空軍的作戰需求 軍方將逐步用來汰換F5系列戰機 目前國防部預計年底會有兩架交游空軍 2024年則有33架會交給制航基地 面對國際國造達到新的里程碑 在經國號之後又取得新的研發成果 這樣的機型跟過去的機種相比有什麼不同 而國際國造計畫真的能夠有效因應中共的威脅嗎 我們把時間交給政治中心記者 那如果跟它的雛形就是經國號戰機來比較的話 永英高轎機的航程更遠 那飛行的效率會更穩定 而且一台飛機它就可以身兼高級教練機 以及步驯機的雙重功能 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作為攻擊機使用 所以它不只是肩負培訓年輕飛官的責任 也可以轉換成空軍第二線防衛的機種 前國際國造面臨最大的挑戰主要還是說 因為我國的國際處境比較特殊 所以說如果要獲得一些軍用規格的關鍵技術 以及裝備和其他國家相較起來 還是要花比較多的心思以及時間 甚至花更多的錢 所以說如果我們現在要單靠國產機種 來因應中共的軍事威脅的話 還是比較吃力一些 以後還是必須透過國產機種 搭配外購機種 軍機搭配防空飛彈等多重防御手段 會比較務實一些 好的 謝謝居民 其實在F5戰機接連傳出意外後 國防部就加緊腳步 就是希望用國產的永英號來取代F5 接受空軍的培訓任務 不過目前國際國造也面臨新舊機種銜接的過渡期 在永英號還沒進入穩定量產前 短期內恐怕還是難以將F5全面汰除 事實上在F5戰機接連發生致命事故後 國內就出現應該汰換老舊戰機的討論 不只永英號被點名要加速服役 現役的F16系列戰機也傳出 將進行升級 下一步還計畫 向美國採購全新生產的戰鬥機種 面對空軍重新部署空中戰力 新的戰機能否提升國軍優勢 而新機種加入後 空軍後勤又可能面臨哪些新的挑戰 請看記者圖君敏進一步分析 F16Block 20就是我們現在服役的機種 它的關鍵在於說它的其實搜索能力會比現役的機種提升非常的多 它又配備了更先進的翔尾蛇飛彈 不管是射程還是發射的方位 都其實跟現役的機種比起來都有很大的提升 就是說它有更直觀的頭盔瞄準系統 只要飛官把頭盔指向它想要攻擊的方向 它就可以比較迅速的去鎖定對方的目標 那這些其實對我們空防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提升 新的F16Block 70戰機 它其實最大的差異在於說它的推力是更大的 它可以搭載的武裝或者是說 它的在空中的續航力其實都會比我們現役的機種更好 它可以因應中共更先進的機種的威脅 空軍其實比較大的挑戰 主要其實是在於人員的這一塊 我們的飛官的數量夠不夠 以後我們還有66架F16V戰機要服役 這時候國軍的飛官訓練號招募的速度 可不可以趕上我們交接的速度 這個會是我們面臨最大的課題以及挑戰 好的 謝謝居民 隨著永英號完成試飛測評 代表國機國造取得了新的成果 不過這一路走來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 因為台灣的國防和航太產業 長期都面臨到研發人才流失的種境 而現在永英號完成試飛 除了將成為空軍國防的勝利軍 也預計能夠再度帶動國內航太產業的發展 如果你對這個議題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新聞360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等一下先別急著關掉 提醒您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新聞議題 1.1.2 1.2